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最近听说国台办又加码了 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奋莲在5月24号 就是昨天公开表态 说中国愿意向台湾提供疫苗和防疫的专家 就是加码 我不仅可以给你提供疫苗 而且可以派出中国的防疫专家 前往台湾岛来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那么说实话 这个话我听了以后 我心里面特别的不是滋味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犯贱 台湾人肯定是不领情的 我记得前几天 这个赵少康啊 林少康呢 他主持了一个节目 然后邀请了一个台湾空军的前副司令张延婷 你猜这个人当时他是怎么回应 大陆表态愿意提供给台湾疫苗的吗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现在在台湾有很多陆配和大陆的学生 那么是不是要先让他们试一试呢 我认为可以啊 什么意思啊 就说台湾人啊 认为你中国人可以进行人体实验 我台湾人我对你中国疫苗品质我不太放心 不愿意施打 那么怎么办呢 先拿那些陆配陆森做实验 这恐怕连当年这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都不会这么干啊 说明台湾人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同胞啊 那么你国台办今天又加码是不是又犯件呢 你是不是把这个犯件当成一个家常便饭呢 所以我说回上一期视频 我对国台办的一些辩护 因为国台办当时他说啊 只要台湾岛愿意消除一些政治的障碍 中国大陆愿意提供一些疫苗 我说这个是官话套话 做给台湾人统派看的 把球踢给台湾 反正我中国人之一尽了 你台湾怎么做 你自己去办 我当时是这么解读的 但是我认为我今天要收回这个话 国台办真的是犯件啊 只能用这个犯件这个词来形容国台办了 不仅仅是陈时中已经表态了 他说大陆疫苗只要申请 经过了验证就可以 台湾有可能就会采购一点 而且他说说实话 这个有可能会非常的艰难 因为台湾人民对大陆疫苗是不太放心的 就说中国我明明我愿意帮助你台湾 但是台湾呢 你帮助我可以 你先来求我 我当时以为可能陈时中 这个台湾绿营是这个想法 没想到最近啊 台湾的很多电视台采访了台湾人民啊 我发现台湾人民很多街头采访人民 也是一个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台湾人是怎么说的 他说中国疫苗来哦 我不敢施打 为什么怎么说呢 没有信心啊 那这个就印证了这个陈时中的那句话 台湾人民对中国疫苗没有信心 另一个小伙子呢 他是这样回复的 如果买中国疫苗的话 是没什么保障的 我是不太介意 很多人都说啊 留言了 他说你这是 黄鼠狼给击败你 如果你要释放三亿的话 你就不要每天军机军舰绕台 不要假心假意 而且有的人说台湾的医疗技术 不输你们哦 还有人说啊 这个自己爽 自己讲自己爽 谁要你们的疫苗 不要脸天下无敌 病毒不是你们给的吗 来吧 有人很想打快登记 什么 反正啊 他说中国人都不敢打中国疫苗 台湾人没那么笨 就说明啊 台湾本岛啊 就像我很多时候说的一样 不要再去说 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善良的 都是把大陆人认为同胞的 只不过是被一小撮人 血裹了 裹鞋了 所以操纵了 来从事台独运动 那么今天 很多的来自台湾岛的消息 陆陆续续的都证明了 台湾岛这个地方的人 就是绿的流油的 就是反中反华反共的 所以说你今天国台办 你自己单方面宣布 可以给台湾提供帮助 人家不警不领情 还是说你这个病毒 本来就是你们传播来的 你假心假意的 而且你的疫苗我不会打 因为质量不好 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象 只要你这个中国大陆疫苗 给台湾 台湾施打了 好 出现一例 副作用 如果是死亡病例 那么对于台独来说 更好了 他们可以添油加醋的来 说这个中国疫苗质量不好 你看到没有 我缺你了 我早就缺你 不要打 结果你打了 现在死了吗 自作自受啊 所以中国国台办啊 我不希望你们把这个疫苗提供给台湾 当然了 如果 他们拿钱来买的话 那么 另当别论 这个免费提供 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的 哪怕台湾整个岛 我说的狠一点都死绝了 中国也不应该提供给他们疫苗 但是你拿钱来买 那就另当别论了 现在这个上海的复兴医药也是表态的 台湾如果希望购买的话 复兴愿意提供 就是这个姿态嘛 你拿钱买 我代理 我代理大中华区 你不能绕过我去跟德国的厂商直接购买 因为我跟他签了协议的 我出了钱来研发的 凭什么这个果子被你摘了呢 就是这个态度嘛 一方面说好话 官话套话 我愿意提供 但是你们必须来买 通过我来买 就是这个态度嘛 而且说实话 这个街头采访也让我再次看到了 很多台湾人真的是名不虚传的井底之蛙 就是所谓的莱克多巴蛙 台湾的医药技术不输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看到新闻 给他们这个信心啊 我们都知道台湾没有研制这个给人打疫苗的这个经验 包括绿营名嘴吴子家都是承认的 台湾只有给牛 畜牧用的牛提供牛疫苗的经验 那么蔡太子7月份说马上台湾自己研发的疫苗就要上市了 大家尽请期待 这个完全就是幻境 所以台湾现在很多时候盲目的自大 自以为是 自以为忧人一等 我台湾人比你陆沛 陆森 要牛逼 但是实际情况呢 就像那个在台湾的外国人唱的一样嘛 大青蛙之歌 大青蛙 大青蛙 你们台湾都是莱克多巴蛙 都是大青蛙 你们都是猪猪猪脑袋 现在连外国都知道 台湾在任何方面都是被中国碾压的 除了这个高端芯片以外 是你们最后的西洋产业 所以我真的觉得台湾人现在这个 台湾岛内的真的是乱象重生了 而且已经是没有办法 这个 更改了 我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破大力 没有大破就没有大力 就是说你要把以前的东西 旧的东西一定要打碎它 不要说什么改良 改良就行了 你这个人改良好吧 台湾人的绿毒思想已经是深入骨髓了 他仇恨 仇宗仇贡 恨宗已经是天经地义了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还去施以一些恩惠的话 他们不仅不会领情 而且骂你见骨头 反正我台湾我可以打骂中国 中国大陆任打任骂 国台湾人又会来跪舔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啊 为什么现在台独思想这么猖獗 一方面民进党造成的 这个台独的教育造成的 另一方面还有这个国民党的两面派 赵少康 还有这个国台办 这个买办组织 对吧 明明中国大陆民意是不希望给台湾提供免费的疫苗的 捐献疫苗的 这个国台办就自己声明了 我愿意给台湾疫苗 而且我还愿意派出专家 所以我觉得如果统一台湾以后啊 这个国台办肯定是第一时间就是要撤销的 因为你已经没有存在任何存在的意义了 你存在的意义就是帮道忙 你在阻碍两岸之间统一 现在唯一能够推进统一的就是民进党 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只要你台湾人 坚守这个抗中反中的理念 我相信中国统一就很简单 对吧 因为大炮异想全部灰飞烟灭 对吧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